每年的農曆3月23號 是媽祖的聖誕千秋 在媽祖聖誕前夕 新竹市長高鴻安 也前往了新竹天后宮 提前為媽祖祝壽 並且祈求媽祖保佑新竹 封條與順國泰民安 其實在今天在前夕 我們來到新竹市的天后宮 來參與這個 我們媽祖娘娘的祝壽 那天上聖祖在我們新竹市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 因為大家知道 我們其實在這個過去 竹嵌城是我們很重要的 一個商務的港口 所以許多的我們的一些商業活動 在新竹市在竹嵌這個古城 舉辦的時候 媽祖娘娘就是大家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保佑的生命 所以其實我們有許多的民眾 常常也都來到我們新竹天后宮 來祈求萬事順利 農曆三月封媽祖 新竹天后宮將要回到 祖廟港口宮去夜鄉 為期九天八夜 天后宮公主林淑林 要特別邀請民眾 一起來參加 如果家中的媽祖神明 也是從港口宮分鄉出來的 那就更一定要 一起來共襄盛舉了 奔港港口宮是我們全台 最多分林媽祖的那個宮廟 那我們很希望就是所有的 那個善信大德家裡的家神 也是港口媽的話 可以跟我們請出來 因為上我們的媽祖車 一起跟我們徒步回嘉義 不只有高鴻安前拿祝壽 立委邱成元以及鄭正前 也都一起出席 邱成元特別指出 2019年當他還是政治素人的時候 就跟高鴻安一起來到 天后宮參加活動 對這裡的一切並不陌生 2019年我們在這邊是台湾民眾黨 跟我們高市長這個政治的起點 但是時刻今日三年多 我們台湾民眾黨要把我們最優秀的 高市長來新竹為大家服務 那今天寫在媽祖西 那我想說所有在場的每一位 一定都能夠得到我們媽祖的包餅 也在這邊祝福我們在場的每一位 都能夠心想事成 新竹天后宮是新竹市重要的信仰中心 近年來他們也積極發揚媽祖的精神 並且舉辦活動 照顧社會上的弱勢民眾 希望讓媽祖庇佑到更多的黎民百姓 記者林彦斌 新竹採訪報導